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姐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有朋友说如果越南的出租报酬率呢 这么低只有3%到4% 那我为什么要去投越南的房地产呢 我就去存定存就好了 那越南目前一个月的定存呢 大概有到4% 一年的定存呢可能有5%左右 是越来越低 以前的话有到10%以上 现在是越来越低 那有可能的话 会未来可能5到10年甚至20年 会变得跟台湾一样 这个定存的利率呢 降到只有一%到两% 但是房地产呢 你虽然出租的报酬率 目前是3%到4% 可是未来的话 它房产是会增值的 特别是假设您买的是在市中心 在捷运站旁边的话 那等捷运盖好的时候呢 它都会有一波不错的涨幅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 出租的报酬率虽然很低 但是您可以想想看 在5年10年甚至20年后 房产增值会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呢 就算了 就算了